一个视频告诉你 第五人格中可以改变监管者 牵气球动作的金挂 都有哪些你知道吗 首先第一个小丑的子挂 催眠仪来看一下 这个子挂的牵气球动作 是把这个穷者呢直接 背在肩膀上你看一下 我感觉他们打气球的时候这个穷者 都贴在了他们胸口上 然后再来看一下路头的 路头的子挂叫做坐响的铃铛 他的动作和小丑很像 你们看基本上是用的一个模组 所以以后厂长的话 应该也会出一个子挂 也是这样的一个牵气球的暴人动作 这是气球刀 没什么大的差别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杰克的 杰克的有两个特殊的牵气球动作 一个是湿魂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死竹托 还有一个呢就是玫瑰手杖 就大家所说的公主抱 湿魂的动作有点偏向于内侧时候的感觉 你们看气球刀 这样子的 这是被挣扎完之后的一个效果 公主抱的话是红色玫瑰手杖和蓝色玫瑰手杖 都是同样的公主抱的一个效果 而且在公主抱的过程中 点头然后类似于亲吻的一个动作 你们看 还是挺受玩家的欢迎的 接下来就是非常炫酷的约瑟夫的金挂 致命的邀请函了 这个特殊的牵气球是把穷者呢 直接收进到约瑟夫的卡牌之中 你们看 气球刀 会直接再从这个卡牌中逃出来 我觉得这个金挂的一个牵球动作设定的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就是爱哭鬼的无尽森林金挂 爱哭鬼的这个和杰克比较类似 你们看 他是把人平躺的一个放在了地上 和这个完全的死之党还有点不一样 看到了吧 气球刀 然后是挣扎 挺好玩的吧 那红夫人的金挂完美人偶呢 不得不说红夫人的这个金挂的话 应该是可以完美的匹配他的各种皮肤 不管是金皮蓝皮还是紫皮也好的话 看着小气球刀 但是这种气舞的感觉是真的好 小精神一开 挣扎 气到不行 十度弯同样的也是金挂宽束 然后把人牵起的时候是把他放在一个怀里面抱起来 头上加了一个小光环 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这是气球刀 直接往前戳戳戳 挣扎 挣扎 标客家的则是刚出的这个新子挂 叫做失败的杰作 这个则是把穷者挂在了轮椅后面 你们看到了吗 而且穷者这个透明度是可以设置的 整个的就比较悠闲 气球刀是正常一个攻击的方式 再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挣扎之下来的一个效果 直接跳到了轮椅前面 溜了 最后分别就是红蝶的燕黎金挂和女巫刚出的排位金挂呼唤了 燕黎的这个前戳戳动作也比较有意思 是一个特殊的锁喉动作 你们看 然后这种穷者呢 一直在小腿一蹬 挺好玩的 女巫的金挂呢 是把这个面具戴在了脸上 整体比较炫酷啊 前戳戳动作和杰克的死之托非常的类似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他的武器放在穷者身上的一个部位啊 然后他的一个气球刀也是用他的小手去攻击 还是非常可爱的啊 所以总的来说 目前来看第五人格监管者中 一共有大概11个挂件可以改变牵球的动作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好像很多都偏向于内侧风格的一个效果啊 那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牵球动作呢 在视频下方留下你们的下巴 感谢关注支持呢 好我们下期见拜拜